欢度中华民国101年双十国庆 驻马来西亚代表处也在吉隆坡举办酒会庆祝 吸引当地超过300名镇商名流到场航客 现场不仅先后演奏大马和中华民国国歌 为活动揭开序幕 设计精美的国庆蛋糕也相当吸睛 宾客们交谈甚欢 酒会气氛热络 今天的国庆出席的宾客也非常多 我想也反映出两国人民身后长远的友谊关系 罗友中在酒会上表示 台湾仍是大马重要的出口市场 大马学生前往台湾求学的人数也逐年增加 尤其今年7月 双边的重要学术评鉴机构 又签署了相互承认彼此大学评鉴水准的互信声明 更有助于台马未来 持续深化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 马来西亚一直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贸伙伴 在马来西亚台商的人数也非常多 双边的关系也都逐年成长 尤其像今年台马高等教育相互承认的议题 也终于获得落实 所以我想两边的关系会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下持续稳定的成长 此外 罗友中也肯定台湾近年来的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 并就几项重点成就和现场宾客分享 整个酒会约长达两小时结束 也为101年的国庆在大马画下完美句点